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最近连日低温 嘉宜县布袋一带混养的湿木鱼 传出寒害冻伤 就怕还有更多鱼汁冻伤 养殖户也一边加紧抢捞 统计这两天加起来 有超过4500斤的鱼货 已经先送往加工厂处理 县府启动协助加工机制 也减少渔民损失 同时呼吁持续强化 养殖渔业的防寒措施 连续几天的低温 让渔民一刻也不得闲 眼看混洋的湿木鱼 游得已经低档不住含害而冻伤 就怕还有更多鱼损 鱼民加紧采收 动物运以及刚抢收上来的鱼汁 被捕捞上岸后 接着再送往加工厂处理 一尾接着一尾熟练分界湿木鱼 加工厂这边的人员也很忙 和时间赛跑 要将送来的湿木鱼货加工保存 统计22-23号这两天 送往加工厂的数量 就高达4500斤 导致加工厂消化不及 有一些排不到的渔民 焦急又无奈 不仅要担忧含害影响 鱼民感叹销路差 因为饲料和电成本上涨 食物鱼养一尾就赔了10多元 一颗心悬吊在半空中 现在也盼老天留情 因为就怕还有冷气团再来 会让辛苦养殖的心血 富足冬流 记得嘉义综合报导 晚思 二氛